你干什么呀 没工作给你解释了 你把你回去上厨一层 收拾戏来 那也迫数不许带 为什么呀 咱们是大逃亡了 大逃亡 不是 你就说清楚 怎么就大逃亡了 你跟你爸爸好好说一说 没可能他讲理呢 好好说 好 我问你啊 小吕 你会舞吗 不会 那你有官职吗 没有 那服产你总有点吧 有地气 还有几十两银子 虽然钱不多 但我保证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这么点身家 买个宅子都不够 安身才能立命 你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 你凭什么娶我女儿 你凭什么保证她的幸福 就凭这张嘴 我 我爸问你 你就这么说吗 我 行了 行了 红哥 我求你了 你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什么 大嫂往哪儿逃呀 出门再说吧 反正初步定在大理 一路往南 直到南极 效果那可是你爹呀 你一次逃了他 温感不要人怎么办呀 你们就说不知道 你到不认识从来都没见过我嘛 那你 那你就怎么办嘛 一句话 团结 就是力量 以恶之间呀 为人父母最喜欢看到的就是孩子的幸福 在衣食住行方面绝不能含糊 没有问题 那里房子回你了 再死点啊 我再说第二点啊 活哥的问题 我爹这些最烦的就是你们读书人 读书人 你放心吧 等你爹来了之后 我肯定满嘴操我 怎么着爷们儿 整两招 五魁手 六六六 感情深的 一口闷子 不是 你干嘛打我 你喝慢了 哎呀 光价还不够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我爹要试他武功怎么办 啥 你给你爹说他会武功 那他是关中大侠 而且还上过江湖月报的 朝廷认证的 我还没使劲呢 换成我爹 这位就是吕大侠 幸会 幸会 不要嫁个残疾人了 我有招了 给秀才弄一手里针 什么手里针 是唐门的一种暗器 有这么长的 上面涂生涂药 放在手心里 到时候一握手 直接走你 我忘了 那是你亲爹 是你未来老丈人 我一说最麻烦的就这一关了 谁让我能把握手对付过去 其他都好办 我倒有个办法 还是不说了吧 说 既无比那个百花软金撒 我这还剩了点 你爹来之后 我们就撒一喷 反正大家都没有力气 绝传不出来 然后我们再 我都说不说了吗 这样吧 我受的事情大家再想一想 不过您放心 集体的知灰所无穷的 想归想 晚饭之前大家要再想不出来 我们俩就只好逃了 倒酒 来了 走 什么味 来 把手给我 干什么 相信我 没错的 这是什么 醋 糖醋小排你吃过没 为啥那么有嚼道 就是因为这醋 咱现在醋里把手骨子给抛软了 它再撒你都没事了 这就叫以柔克刚 以弱胜强 来 这能行吗 不行咋办呢 这如花似玉菇的 你不想娶了 不想娶算了 我还不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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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为了夫妹 拖着去 一只手还不够啊 万一他爹是做片子呢 对 有了有了 你试试咱这个 这什么呀 铁纱 铁 你别逗了 你现在练铁纱从哪儿还来得及啊 铁纱 错 这个铁纱是用来做手套的 手套 对 我每次按线手板呢 都在烤着对策 经过无数次的斗争之后呢 才想出了这条妙计 先把铁纱呢 涂在手上 然后放到炉子里去烤 经过加热呢 铁纱就会融化 然后在你手上形成一层无比坚硬的保护膜 到那个时候呢 我就成三等残废了 算了 去当我白忙活了呗 对 回来 放开 不就烤吗 怎么烤 烤多久 听过我的猜测呢 大概也就是三天三夜 休仔 没事啊 根据我推测呢 一开始会有点疼 但是你忍过这一阵 后面就好办了 忍过这一阵 对 我要是忍不过这一阵呢 那你就想象一下 小郭姐爷被他爹带走之后的惨状 快点 好 太不敢了 我的船到破了 我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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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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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见他 下辈子吧 你帮我出去 为了扶妹忍这点疼算什么 你不让开 上吧 葵花剑军手 干啥老白 这话应该我问你 你打什么铁掌呢 什么铁掌 他又不是马 又用弄一缝子让他背上 就值得胡闹 葵花剑军手 老白你让我去吧 我不疼这一下 我会疼一辈子的 兄弟 你听我说了 不是没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在你跟他爹握手之前 我先把你的穴道封了 你就是你爹 袖子还是袖子 我还是我 小贝是你 小贝总 这是什么意思 你到底想干嘛 摸紧一下 看看效果 小贝 开始 爹 我要死人家想死你了 我跟我爹 这不可能那么说话 小贝 这都也就是 爹 你来了 这个我会 爹 你来了 你来了 大家姓女 女是双头女 幸会 幸会 行了 猴哥 这都没事 那就休怪老夫不客气了 哎呀 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国具侠 哎呀 我崇拜您不是一天两天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先给秀才点住 让他撑过第一关 在你爹刚要发力的时候 我立马过来接手 怎么样 哎呀 妙计啊老板 这条就算过了 过了 咱们说第二条 快 快 不说握完手就完了吗 握手是第一关 接下来就是 小吕 你练的是哪派武功 无门无判 无视自通的 那也就是说 自学成才 也可以这么说 子曾经约过 谁是子 子是谁 没听说过 练武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讲究那种 内练一口气 外练筋骨皮 只要能做到内外兼修 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在话下了 说得好 那咱俩比划比划 你说 你接着往下说 怎么说呀 不内外兼修吗 他刚才过了握手那关 现在还得比划比划 这什么爹啊 我爸爸就从来不跟人比划 那实在不行 还得撤好 三十六七走为上 他问起来就说 我们俩去旅游好 那他还不敢把你们怎么找 收了东西 不是